第一步先把这四颗螺丝拆掉 四个螺丝拆掉之后 然后整个就可以拿下来了 拆下来之后 然后找一个长丝杆拧接锯 然后把它敲出来 敲出来之后就可以整个拿出来了 现在折裂器的安装视频 然后第一步先把这个折裂器塞在里面 然后把那个大电片装进去 然后敲到快到下面的时候 然后把下面的电片敲进去 然后敲到位之后四杆拿下来 然后感觉一下它的松紧度 如果要安装到正合适就可以了 安装好这里的位置之后 安装好这里的位置之后 然后安装这里把四个螺丝装好就可以了 重新增设置 有些重新增儿 然后再打开 好多的稀米 有些重新增出来 就能重新增出来 没法再打开 这整个就安装完毕